大家好 在前两次课里面 我们介绍了亚迪士多德的著作《行而上学》 不少听众表示内容很烧闹听着就睡着了 也有人表示内容很烧闹听着听着就睡不着了 你看每个人对哲学反应的差异就是这么大 那么今天的课程问题比较平易近人 因为它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认为什么才是幸福的生活 我知道一旦这个问题提出来 大家头脑当中一定会浮现出一个一个的画面 比如说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长翔在落着余会的沙滩上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一家人过年的时候 一起聚在一起吃饭是幸福的 可能还会有人觉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和三五知己围罗而坐 喝着小酒聊着天这就是幸福 很多人可能会吐槽哲学家 说你们读过如此多的天书 问过如此多烧脑的行而上学问题 会不会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是的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个哲学家都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不过哲学也绝不是说不关心这类问题 哲学当中有一个分支叫伦理学 它就是来解决如何过好这一生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本著作 尼格马可伦理学 我们今天的课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尼格马可伦理学这本书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谈一下幸福这个词的含义 第三部分我们谈一下幸福和美德的关系 第四部分我们说一下保持美德的方法 也就是中道中庸之道 第五部分我们来谈一下禅思和幸福的关系 尼格马可是亚给士多德父亲的名字 也是亚给士多德小儿子的名字 一般认为尼格马可伦理学这本书 就是亚给士多德写给自己的小儿子尼格马可看的 老爸写给儿子的哲学著作真的是不得见 其中讲授到关于人生幸福的看法 那一定也是肺腑之言 尼格马可伦理学写于公元前335年到33年之间 也就是说亚给士多德建立了 旅科昂学院和去世之前的那段时间 亚给士多德一共写了三本伦理学著作 分别是尼格马可伦理学 欧台莫伦理学和大伦理学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尼格马可伦理学 我们现在能够读的尼格马可伦理学 很可能是亚给士多德在旅科昂上课的讲稿 如果大家来回忆一下 亚给士多德著作的概冒 可能会想起它由四个部分来组成 工具 理论科学 实践科学和生产科学 伦理学毫无疑问就是属于实践的部分 尼格马可伦理学这本书所提到的主题非常多 包括了善 德行 行为 公正 理智 德行 自治 快乐 有爱等等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进入尼格马可伦理学的文本 来回答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 在尼格马可伦理学这本书当中 幸福这个词是Udemonia 这个词中文一般翻译成幸福 英文翻译成happiness 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 这两个翻译都是有点牵强的 因此有人建议把它翻译成Udemonia 就是用他的声音来直接翻译 当然也有人建议翻译成良善 陈家印老师建议翻译成良好生活 亚给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以及如何过上这种生活 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了解亚给士多德的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就是 幸福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需要说明的是 亚给士多德的伦理学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建议在他的祥而上学和宇宙论之上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 人在世界和宇宙中的位置和特殊性 大家回忆一下 亚给士多德的祥而上学和宇宙论认为 万事万物都是有其目的的 没有生命的东西目的比较简单 例如砖头就是用来造房子 锤子就是用来钉钉子 而有生命的东西目的又比较复杂 它们都对应有各自特有的活动 亚给士多德把生命的东西分为三类 植物 动物 和人 换句话说 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不是以自然的方式达到的 而是依靠理性的能力 人要获得幸福的话 一定是和人的特殊活动有关 也就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活动 亚给士多德把它称之为实践 所以亚给士多德看来 饮食男女这些动物性的活动并非人的特性 例如一个人可以生很多孩子 这就是动物性的 并不代表人的特殊性 亚给士多德看来 这并不能带给人们幸福 那么为了获得幸福 亚给士多德的第二个判断在于 幸福并不是一种主观感觉 吃完了就没有了 也可能你吃完火锅之后就会后悔 二来你吃再多的火锅 也并不能改变你自己作为人的本身 除了是长一点肉之外 换句话说 吃火锅只不过是在使用你的生理功能 生理功能很容易被滥用 比如说纵欲吸毒等等 所以亚给士多德认为 享乐不是幸福 享乐烧送即逝 而幸福是不会被别人轻易拿走和剥夺的东西 我们现代人往往会持有这种幸福观 认为幸福是一种结果 比如赚了钱之后能够买一个包包 买一辆车买一套房子 认为那就是幸福 或者是你努力之后 在公司里面获得了晋升 在单位里面当了领导 认为这才是幸福 那么亚给士多德说 这样的幸福都是烧送即逝的 而且会陷入无法满足的欲求之中 亚给士多德认为 幸福肯定不是活动的结果 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活动 或者说生活不是为了别的目的 就是为了生活本身 幸福在于生存本身的美好和完善 对人来说 善只在于人所特有的活动的完善 也就是理性的活动 人的幸福本身就在于善行 也就是好的行为行动 那么为了获得幸福 亚给士多德的第三个判断是 区分内在的幸福和外在的幸福 亚给士多德承认 外在的状况会影响幸福 例如贫穷疾病等等都会干扰幸福 如果一个人他身无分稳 没有住的地方 有身患重病 那么他一定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外在的情况同样不等于幸福本身 例如健康朋友财富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这些又并不是幸福本身 不少人拥有健康 拥有财富等等条件 但是他依然不幸福 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现代人 都不一余力的去追求外在幸福 例如要买大房子 买好车 但是容易忽视内在的幸福 换句话说 如果把获得更多的财富 更高的职位当作最终目标 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失去方向 摆墨倒置 这些外在幸福 必须要为内在幸福而服务 真正的幸福就在于内在的完善 内在的幸福在于对自己的品性 品格的锤炼 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 它本身就是自足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亚给士多德对幸福的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 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当中 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第二 享乐并不等于幸福 第三 外在幸福仅仅是手段 关键是要追求内在幸福 我们看到 亚给士多德的幸福观念 和他在行而上学当中提到的目的论 是紧密相关的 伦理学和行而上学也是紧密联系的 作为一个哲学家 如何做到融会贯通 亚给士多德指出 如果生活是值得过的 那么他一定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东西 也就是做到知行合一 他对自己道德的态度 是建立在对世界乃至宇宙的认识之上的 归根到底 人是什么 取决于他的活动 或者说取决于他在实现的活动当中 所实现的东西 好 前面我们说了很多亚给士多德 是怎么看待幸福的 那么对一般人而言 应该如何获得这种幸福呢 亚给士多德在尼克马可伦理学当中认为 两样东西是紧密相关的 那就是幸福和德性 德性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 最初被用来指战时的高贵行为 后来也被指那些主要的公民 在城邦生活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美德和品质 并着不得指任何人 甚至是器物所拥有的显著优点 那概括起来 德性就是使一个事物保持良好的状态 并使他完成其现实生活的好品质 在亚给士多德那里 德性被分为了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两种 其中理智德性可以通过学习获得 而道德德性只能通过习惯来养成 换句话说 没有单独存在的抽象德性 德性只有生成于德性的活动 比如音乐只有在歌唱和演奏当中才会存在 好的歌唱才会造就好的音乐 亚给士多德说 我们通过造房子来成为建筑师 通过弹竖琴来成为竖琴手 同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情 才能成为公正的人 只有通过做勇敢的事情 才能成为勇敢的人 德性的养成产生和毁灭于同样的活动 而且实现于同样的活动 所以我们同怎样的人交往就非常重要 此外 德性和实践息息相关 德性意味着做选择 因为合乎德性的行为 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性质就是好的 人们还要知道那种行为 换句话说 人是要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 在亚给士多德看来 在实践事故上 错误的道路千万条 而正确的道路往往只有一条 亚给士多德这种谈论论理的方法 后来被称为德性论 德性论 义务论 后果论 构成了西方伦理学的三大方向 或者说给无害 义务论告诉我们 绝对不能干什么 因为这么做是错误的 例如不能杀人 后果论一般会告诉我们 你之所以不能这么干 是因为这样的后果你是无法接受的 这两位伦理学很重要 但是他只是告诉你 如何不做一个坏人 但是亚给士多德的美德论 却告诉我们 你如何做一个好的人 高尚的人 如果你是父母 你更愿意用哪一种伦理学 来教育孩子呢 是义务论后果论还是德性论 要保持美德 在亚给士多德看来 就要追求中道 也有翻译为中庸的 那么中道是什么意思呢 亚给士多德有句名言 不及和过度 同样都会毁灭道德 怎么样理解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古希大人非常崇尚勇敢这个品质 所以亚给士多德首先讨论了勇敢 勇敢是什么呢 在亚给士多德看来 勇敢就是介于两个极端 也就是恐惧和鲁莽之间的品性 那勇敢并不是说 你什么都不怕 永远无所畏惧 那么这样的话 勇敢就变成了鲁莽 人应该有所惧怕 甚至有时候惧怕也是高尚的 比如说你惧怕耻辱 当然反过来 人也不能什么都不怕 在战争当中我们必须不怕死 但是如果是为了逃避一些 我们应该承担的东西 那么这就变成了怯懦 有人就曾经批评过亚给士多德 他说当雅典人 开始反抗马其顿的时候 出逃雅典的亚给士多德 就是胆小的表现 如果亚给士多德 用自己的尼克马可伦理学来回答 那么他一定会说 这样做才能保持学术的大义 是一种勇敢的体现 所以亚给士多德列出了一个德性表 在这个德性表当中 总有两个极端 在极端中间存在着一个中道 比如禁欲和纵欲是两个极端 中道就是节制 还比如自欺和自傲作为两个极端 那么自重就是中道 比如一切都躲避都害怕 什么都不坚持就会变成懦夫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什么都不害怕 什么都去硬碰硬 那么就会一个忙 还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亚给士多德自己说 适度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不一样的 例如你吃一份巨无霸掏餐就饱了 但是游泳运动员 可能吃一份巨无霸显然是不够的 为了训练和比赛 他们还需要吃一个披萨 一份海鲜 玩家一个鸡蛋才刚好 所以中道是因人而异的 没有统一的标准 同样 勇敢这个美德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遇上了持枪抢劫 那么你最好不要成英雄浩汉 但是如果你是钢铁侠 那么遇到持枪抢劫就非常容易处理 如果此时一个巡警不敢出手 那就是胆怯 总之中道就是保持过度和不足之间的状态 论语当中有一个成语 过犹不及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中道不同于我们一般庸俗理解的中庸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道 形容人非常的文雅 那么这个成语是出自论语雍也 至胜文则也 文胜至则是 文至彬彬然后君子 根据杨伯俊先生的翻译是这样的 朴实多于文采的话 那么就未免粗也 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服 文采和朴实配合得当 这才是个君子 所以这里彬彬这两个字 是形容配合得非常得当 这个原因就非常接近亚给士多德的中道 好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沉思和实践的关系 亚给士多德认为存在三种生活 享乐的 政治的和沉思的 享乐的生活只追求肉体的快乐 因而是动物式的 政治的活动追求荣誉和德行 但是也是不完善的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亚给士多德认为 人要想获得幸福的话 就一定和人的特殊活动有关 只有人特有的活动才能对应到幸福 也就是人的灵魂当中 摩克斯部分的实现活动 因此在亚给士多德看来 沉思生活是最大的幸福 如果人们能够摆脱物质需要的烦恼 拥有了中等财富之后 就应该争取过这样的生活 在亚给士多德看来 理论和实践这两位活动当中 重思维的活动更有价值 这大概就是他为什么放弃了 当亚给山大的老师 而去开设李康学院的原因吧 所以在尼克马可伦理学的第十卷里 亚给士多德又返回来谈论最高的幸福 他认为完美的生活应该是在思辨当中的 哲学以其纯洁和经久 而具有精灵的快乐 因为理论思考并不是为了别的 而是为了他自身 他说陈词之中包含了自足 陈词似乎是唯一种 因为自身的缘故而被人喜欢的活动 因此陈词不用产生任何其他的东西 此外亚给士多德还非常看重闲暇 他认为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 但是这个闲暇是指什么呢 亚给士多德所说的闲暇就是思辨活动 纯思维的活动 他之所以这样说 还在于思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特性 从事真正的思辨 才算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思辨就是完美的幸福 曾经有人问古希拉哲学家阿纳克萨克拉 人为何出生呢 他回答 为了仰慕天体和宇宙的秩序 亚给士多德也是遵循这条思路 认为纯粹思考才是最大的幸福 当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你愿选择沉思的生活吗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 我们首先介绍了尼克马可伦给学这本书 然后我们谈了一下幸福这个词的含义 其次我们谈了幸福和美德的关系 再次我们说了一下保持美德的方法 就是中道 最后我们介绍了一下亚给士多德沉思和幸福的关系 好 在半节课结束的时候 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 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呢